我是整个联合国大院里面唯一一个中国人 所以你其实拿着一个HR的administrative title 然后干了四五份不一样的工作 走在街上那么破败的街道 那样的地方学校里面有非常紧急的牙医的诊所 关于我们和科技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我们跟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关系 每一个时代对于英雄的definition是不一样的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社会里看到的巨变 它之前都是有迹可食的 我们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个体 想象成一个univers去体问去揪其本质 我想这个也许是我们真正去应对这个浪潮的一个方式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Spark for Spark的第十四期 邀请到的是我的Soul Friend 我们Victoria小同学 其实说到十四期 我做这个节目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Victoria来我的节目 在这个时间节点做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 它不是机缘巧合 而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在一年的时间来见证 见证我 见证我的节目 也见证这个世界 还有你自己的一些成长吧 哇 说得太好 那Victoria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Victoria 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英语系 研究生就读于复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营学院学习公共政策 然后之后所从事的行业呢其实是咨询 那所以你是不是之前有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 我听到说你有在中国读书 也有去伦敦读书 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经历 对我感觉其实早年还是跑了蛮多的地方 说来听听看 我其实有很多都不知道你的细节 虽然说我们是so friend 你这个so friend的实在是有点fake 对我读书的话主要是会去英国读书 然后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在欧洲简单的游历过几个国家 除了这个这些经历之外还有过去沙特阿拉伯的一些交流的经历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早年我大二的时候有在蒙古国待过三个月 当时是在做一段实习 对 我对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 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么小的时候会去蒙古国有一个三个月 其实还不算短的经历哦 以及就是那你是怎么在这些经历过程中去寻找自己的一个方向呢 我确实还比较好奇 这个经历其实也是蛮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 我当时是想我当时的passion其实是在国际组织这个方面 所以说是非常想到国际组织实地做一个实习 最好是能够到一些country office 就是各个国家的分布 而不是说像纽约或者是内娃这样的总部 去看一看真正的踏实落地的 还有非常细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然后当然非常巧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蒙古国办公室 儿机会 对儿机会蒙古国办公室 他们要交一个intern intern的title是hr和administrative intern 对 然后我当时就申请了这个实习 并且非常非常幸运能够在大二升大三这样一个 人家可能没有考虑的一个比较小的年龄 对啊 而且一般就是人家去联合国实习都要比如说本科大四至少几点上 但是你这么小年纪就可以去联合国实习 哇真的 在蒙古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状态 嗯 我当时就像刚才讲了我的title是hr和administrative intern 所以蛮多的还是inter office的一些所谓 但因为蒙古我办公室特别特别小 就是职能非常集中 再加上我是整个联合国大院里面唯一一个 中国人 对 哦好厉害 是的 然后所以老板们对我都非常照顾 让我体会了很多比如说research方面的工作 然后比如说field trip去做PMO这样的一些工作 哦 所以经历非常的diversify 所以你其实拿着一个hr的administrative的title 然后干了四五份不一样的工作 对的对的 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有意思 当时压力山大 当时压力山大 field trip你们是去蒙古field trip吗 对在蒙古国 因为我其实平时的工作都在乌兰巴托 哦 就是在首都那边 但我们那个field trip是去到它的南部省叫奥尔高比 它其实是在矿产的一个大省 嗯 就是它的经济其实蛮好的 因为它是矿产资源 就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 但是实际上当地是很落后的 就是资源还是资源禀赋 虽然很充分 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们当时是去视察一个从韩国大使馆和澳大利亚大使馆 还有我们自己的基金里面组成了一个Mutual Fund 去投资了当地教育的一个program 哦 那你们当时主要是去考察什么呢 这个教育的program 是去看我们当时落地的情况 一些很细枝末节的 比如说我们在当地的医院有做一个牙医的一个诊所 嗯 去解决小孩们的这些牙齿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我们会finance当地的一些老师到 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还有欧洲国家去接受英语的教育 来提升当地的英语教育水平 这个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有很大的触动是不是 对的 因为我们在下去的时候 跟各种stakeholder 就是小孩的家长啊 老师啊 还有就是街边的民众去交流 然后这个感觉就会觉得 我是拿着大家筹来的这种钱 然后真正的去做一些落地 其实有效的事情 嗯 这个钱其实就是public or private 所以其实就是动员所有人一起去向这一个目标努力的 对 是的 而且you can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就走在街上那么破败的街道 我们当时住的宾馆已经说是当地最好的宾馆了 但是依然窗户都是破的 卫生间是漏水的什么就是 我睡完之后身上起了这个包的那种 哦就可能有那种虫子 对对对 但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 学校里面有非常整洁的牙医的诊所 嗯 对这个contrast是非常有趣的 当时对我出动就还蛮大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嗯 在一个追求效率或者高发展的年代 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就是give back to the society的事情 哇 对 当然前提还是自己要足够强大 确实得有足够的resource resource 这个resource不仅包括说自己自身的能力还有很多的 像比如说其实finance真的是很重要 对对对 我也是做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就是没有钱没有经济基础很多事情你都是没有办法去干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会不会是你未来咨询做几年之后后面的一个理想 对的确实是我觉得可能long term来看我真的非常想去到比如说政策性银行这样的地方去做这样的sustainable finance相关的一些project investment 我们真的要一起努力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特别困惑的问题 所以想跟你一起去讨论一下就是 关于我们和科技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我们跟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关系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社会里看到的巨变 它之前都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说chatGPT它背后的transformer 然后还有强化学习这样一些的技术 它之前都已经存在了 只是说它最后组合在一起成为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特别酷 然后可以干很多事情当然也有一些缺陷的这种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一些技术的变化 还有说这个时代经济啊还有社会的一些不确定性 嗯了解 那是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也会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一个不确定性非常强的年代一定要看看怎么能让自己 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找到一些自己 嗯 尤其是在科技浪潮就了 是因为我们澎湃前进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文科生可能相对先天就落后一些 比如说我不懂那些algorithm 然后我也不懂它的底层的那些设计架构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就是在我自己目前的感觉是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嗯 第一个方面一定是多读多听尽量去弥补一些这样的短板 比如说就我不懂AI大模型 我不懂ChashPT是个同样的东西 但是总会有人懂 然后会有很多的journal啊 books啊什么的 就信息源很多 然后第二点就是觉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试图去用它 嗯 比如说就我们自行工作 就是我们 几家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大元母 就是自己内部的一些模型 然后包括ChashPT这种都可以拿来用 一些辅助工具 对看看怎么样去通过它的帮助来提高自己的productivity 然后第三层我觉得可能对文科生而言 我会愿意把它放在一个philosophical的level再去看一看 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嗯 对 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就是philosophical这个你先说 我以为你终于要救我 你想让我不要再编了 你继续发挥你咨询部分的能力编下去 来来来让我来编你 第三个bullet point 第三个bullet point 就是要有philosophical level的thinking 因为刚才讲到我们文科生可能跟理科生相比有劣势 那我没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说我在学习语言 或者在学语言学或者读文学的过程当中 我会看到以前那些bible圣经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比如说我会看一些 比如说莱蒙托夫啊 或者说是其他法国一些时期的文学著作 就比如说我最近读完的莱蒙托夫的当代 当代英雄这本书 他就会讲到每一个时代对于英雄的展示 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就是非常顺利地 搬到XGPT和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上来讲 我就会觉得XGPT和科技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 还有英雄 还有identity这个东西的塑造也是这个时代主流的 那从确凿的上来看 重要的并不是你怎么能处理这本书 但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能处理这本书 我特别特别想echo一下你最后一点 就是关于他的哲学思考这一块 然后你前面提到说你读了这本书 然后你把中间的知识提取出来 去应用在你对于这个技术的分析上 它的本质就是一种迁移学习的能力 而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自己个人会觉得 它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和科技 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 哇 太会总结了 对 变化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核心的能力 就是你怎么把你现有的知识 去用在一个你完全想不到的这个概念上 对 所以它其实本质就是你去提问嘛 对 然后去揪起本质 那我想这个也许是我们真正去 应对这个浪潮的一个方式吧 真的是特别特别赞同你刚才说的 就如果让我选我最近特别特别愉快的几天 或者几晚几个瞬间 其中我的list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晚上 是我在跟同样做咨询的一个同学 我们两个在聊文学 就是聊了大概半夜聊了一个小时的文学 大家都是做咨询的 然后都为升级奔波 我都觉得现在这个市场 对吧 有待提高 有进步空间 然后个人的这个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大 但是两个人的惊吓心来聊文学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它就像给你现实生活中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Exactly 对 或者不仅仅是说避难所 也可以是充电站 说的太好了 对吧 对 就觉得 嗯 build on your statement 就是我觉得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 我们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个体 想象成一个 universe 就外界的世界是一个 universe 但自己其实是一个 universe 外界世界 universe 非常的 unstable 但你自己也不常是一个 unstable 但是在不同烧箱的 unstable 或者 uncertainty 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尽量去寻找一个 tip off balance 哲学的二元论 哈哈哈哈哈哈 男人是读过四年文学的人 男人是我们Victoria 我只觉得你的文学素养太严重 哦 谢谢 尤其是你的英文那个句子写 我特别想要学习 现在你可以就是 XGPT写得比我好很多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